国际妇女权益组织呼吁联合国关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对中国地方当局强迫和绝育的行为进行调查 有关详情 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关注中国妇女权益的组织女权无疆界8月1号 向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就中国强迫计划生育提出申诉 瑞杰是女权无疆界主席 申诉指控中国政府强制计划生育 包括2012年中国发生的极其怀孕后期强迫夺胎和绝育案 希望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对此进行调查 陕西安康市曾家镇22岁的孕妇冯健梅 在二胎怀孕七个多月时被地方当局计划生育官员抓住 被强制注射杀死胎儿和银产的药物 一个生命惨遭扼杀 中国江西省基安市集水县黄桥镇46岁的妇女毛元春 因丈夫上访触怒了地方官员 3月14日被黄桥镇派出的20多名男子带走 尽管毛元春并没有怀孕 仍然被拖上手术台 被强制实施绝育手术 女权乌江界主席瑞杰说地方官员为报复村民上访 强迫无生育能力妇女结扎比野蛮更恶毒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表面上是人口控制 实则是社会控制 其主要目的不再是控制生育 而是以恐怖控制中国人民 用恐怖来维护中共的政权 这是女权乌江界组织第二次向联合国 申诉中国当局强迫堕胎和绝育的政策 但是中国对申诉从未给予任何回复 瑞杰说现在该是结束针对妇女的残酷暴力的时候了